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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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4年那时已经在CDA拿出来独立发展供应房屋项目 2016年也改划成功 隔了几年现在是不是已经起好? 那里就有个渔户处的动物管理中心 去到2023年才搬走 所以到现在就动都没动过 那神这么早改划来做什么? 现在就有一间NGO申请了做过渡性房屋 但是就算搞定 也只有100个单位 跟原先想的600个单位 就相差几倍这么多 政府常说积极增加房屋供应 但是有这么多官僚制宅 是不是作简自驳? 现在熟地不够生地又不够重要 这样作简自驳法 怪不得房屋供应这么紧张 今集就先说了这么多 有什么下集再说?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还有下集才算啦 拜拜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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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啊 算 hor